今天呢我想讲一下在海外的中国间谍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话题 前几天呢一位曾经担任过美国纽约州政府高级幕僚的一位华裔的女士叫孙文 因涉嫌是中国间谍而在美国被捕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呢他呢曾经阻止过企图阻止过呢纽约州的官员和台湾政府的官员呢接触的事情 并且呢参加过抗议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的一些这个活动等等 另外一个呢中国现在还是还有长臂长臂管辖还想介入别的国家的选举 所以说也是派他们的这个情报人员去工作 还有比如说比如说还最近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呃港独 还有台独啊台独啊早年啊这个海外的台独是讲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他们负责这个侦破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不太管 但是现在呢海外的台独组呢中国呢也要派间谍去收集他们的信息 这各方面等于说事情越来越多 特别是台湾的社会地位越来越特国际地位越来越提高的情况之下呢 要阻止台湾的官方和各国政府的官方接触接触 这也变成了这个海外间谍的新的任务 所以中国的这个间谍的呢工作量越来越大 所以说越来越活跃这是一个特点 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呢我想讲一下在海外的中国间谍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话题 前几天呢一位曾经担任过美国纽约州政府高级幕僚的一位华裔的女士叫孙文 因涉嫌是中国间谍而在美国被捕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呢 他呢曾经阻止过企图阻止过呢 纽约州的官员和台湾政府的官员呢接触的事情 并且呢参加过抗议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的一些这个活动等等 在这个事件前不久呢有两位呢这个非常就是资深的中国的这个民运 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 一个呢叫唐元俊 一个呢叫王淑军 也因为涉嫌中国间谍 是中国间谍这个在美国被捕 他们呢涉嫌是向中国呢提供一些这个民运组织的活动的信息 然后呢也就是在这几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曾经担任过这个菲律宾的一位女市长 也涉嫌是中国间谍 他逃到了印尼呢后来又被抓捕又被引渡了回了菲律宾 那么台湾呢也在9月6号呢宣判了几个就是曾经是军情局的这个军人 也是呢据传也是涉嫌的为这个中国在这个台湾呢发展组织 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们当我们打开报纸看一看呢 是会经常看到这个中国间谍在海外落网这种消息 那么给我们感觉是不是中国间谍非常非常多呢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中国间谍呢 这点呢有很多人的做出各种各样的评论 比如说呢这个前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 在X上就发文说呢 说我担任国务卿时呢就警告过所有的州长 中国的渗透正在发生 就像敌人透过这个特洛伊木马突破城门一样 1989年的这个学生运动的领袖 中国人权的执行长周锋索呢 说呢说中国呢在对美国啊最渗透的比较严重的是纽约州和加州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官员呢因为他们曾经以这个亲中的姿态为主 所以呢容易接受的中共的代理人 美国的共和党纽约共和党籍的纽约州议员 叫尼可玛丽奥塔基斯 说呢说我的呢许多的华裔选民是为了逃离中国 逃离中国共产党的压迫 监控和控制来到美国寻求避难 美国人民有权指导 这个孙文这个人呢 他呢是在这个如何在这个美国这个州政府中 纽约州政府中的服役十年而没有引起怀疑的 这位州议员还透露说呢 说现在在美国啊 全国呢大概有2000起中国建 这个有涉嫌中国间谍案的正在审议当中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可以从三点再讲这个中国的在海外的间谍问题啊 第一呢 中国的间谍呢 它并不是纯粹的这个职业间谍 而是呢 职业间谍加上人海战术 它会把很多的一般的民众呢 发展成为中国这个的情报机关服务的 这一点呢和这个外国呢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呢 就是说他们会 比如这次这孙文事件呢 他这个孙文呢 他其实就是说 受到了中国的情报 情报员的呢 无微不至的这个体贴和照顾 他们就是比如说 他们家是 他是从小来移民到美国的 来到中国 曾经是在中国南京住过的 那么比如说中国的情报员给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南京的盐水鸭 然后呢让他们吃着可以吃到这个家乡的味 让这个孙文和他的父母可以吃到这个家乡的味道 就是这种用各种的照顾或者是呢 很多的在外国的中华人呢 他在国内是有家属的 是可以或者是可以用家属来胁迫他 或者呢给你家属帮一个忙 或者帮你做生意等等的 用这种方式呢来换取他的合作 这些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外行人 这点呢如果说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 情报机关用一点小恩小惠 让一般的民众涉及到巨大的危险的活动呢 这个呢大部分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说呢但是中国呢 他是非常擅长 而且非常愿意做这种事情 这是一个特点 所以中国的间谍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中国用这种间谍呢 不管你是职业间谍 还是呢就是被发展出来的这个中方的协力者呢 如果出个事的话呢 中国是一概这个不承认也不帮忙 这是中国的一大特征啊 就是说呃大家常说叫管杀不管埋嘛 就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呢 就是当年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有一个高级官员呢叫金吴黛 这个呢是1940年代中国派到美国的一个间谍 他为共产党呢服务了四十多年 但是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呃被抓起来了 被抓起来以后呢当时他的想法呢 是你觉得自己的为中国做了这么多贡献 包括韩战的时候很多美军的重要情报 都是他提供给中方的 所以说他觉得中方的一定会就是说照顾他 一定他甚至呢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还说呢希望和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魏京生 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换他认为可以自己作为间谍换回去 但是没想到呢当时那是八十年代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李肇兴 就是后来当个外交部长李肇兴呢 就说呢说金吴黛事件呢 是美国的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 中国政府爱好和平 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把正式说出来以后 就是中国彻底不管他了 所以呢金吴黛呢他就非常绝望之中呢就自杀了 所以说中国的间谍不像 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和这个前苏联等等 他们经常用交换就这个间谍等等的方式嘛 只有中国的间谍呢 他是用过以后呢就不会照顾你 也不会绝对不会救你的 这也是一大特点 第二呢 我觉得中国间谍为什么最近显得活跃呢 是因为中国现在啊 他的需要刺探的情报是越来越多的 中国其实过去啊 在海外的刺炮 一个是核心的这个军事秘密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技术 还最重要的中国间谍过去呢 只是两这个三大组织了 一个呢是法轮功 一个呢是这个民运 还有一个呢是藏毒 但是后来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跟西方全面对立以后呢 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个过去可以随便这个进口的一些知识 一些知识产权的这个尖端技术 现在中国也买不到了 所以他不得不用间谍去刺探 另外一个呢 中国现在还是还有长臂长臂管辖 还想介入别的国家的选举 所以他也是派他们的这个情报人员去工作 还有比如说 比如说还最近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 港独 还有台独啊 台独啊 早年啊 这个海外的台独 是讲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他们负责这个侦破的 中国共产党基本不太管 但是现在呢 海外的台独组呢 中国呢也要派间谍去收集他们的信息 这各方面等于说 事情越来越多 特别是台湾的社会地位越来越特 国际地位越来越提高的情况之下呢 要阻止台湾的官方和各国政府的官方接触 这也变成了这个海外间谍的新的任务 所以中国的这个间谍的呢 工作量越来越大 所以说越来越活跃 这是一个特点 还有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现在呢 西方国际社会呢 提高了对中国的警惕 加大了对这个中国间谍的这种取替 中国间谍的调查 我觉得过去啊 比如说过去去中国派间谍去刺探法公公的情报 或者刺探一些民运组织的情报 这个呢 过去的外国政府基本上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 但是最近呢 西方说的 这不行 这也是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 而且你中国的长臂伸到我们国家 国内来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次比如说 刚才讲的这个唐元俊 王树军的案件 过去美国呢 可能就睁眼闭眼 但是现在呢 眼力不由沙子 也开始管了 所以说呢 全世界开始警惕中国的状况之下呢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的间谍案被抓起来的 也是越来越多的 当然了 相对外国的中国间谍被抓 中国在国内呢 也成立一个反间谍法 也在到处抓间谍 那么现在呢 互抓间谍的现象 越来越明显的 其结果呢 什么呢 就是中国越来越孤立 中国的经济呢 是越来越雪上加霜